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来澳洲有八九十大概是七年的时间 来布里斯班只有短短一年 蓝天白云 那觉得云就在好像你伸手就能抓住一样 而且人们非常的nice 我觉得这边的包容性非常的强 布里斯班对我感觉首先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城市 然后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 我觉得我来到布里斯班唯一的感受就是 我懂了小学课本里面的蓝天白云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之前去过悉尼这样的大城市 也去过阿德莱德这样的小城市 所以我觉得布里斯班是一个很中庸 很和平的地方 什么都有什么都正好 不多也不少不极端 布里斯班这边环境非常好 天气特别蓝 然后太阳天特别多 万里无云 随手一拍就都像风景画那种感觉 我常常拍 几乎每天一次拍 不拍我就不舒服 因为回去以后 十分想念布里斯班的首先是气候 然后是居住环境 还有交通 因为我在国内是在大城市北京丧海 就是特别不适合居住 我觉得 刚开始来到这个城市是为了读书 然后读书以后 就是想说像很多人一样 度个精 然后回国工作 然后后来在这边慢慢学习和工作中 就发现逐渐喜欢上了这个城市 所以现在是一个过渡阶段 然后以后打算留在这里 最开始呢 是觉得这边特别的无聊 无聊到每天不知道干什么 七点这边就没有人了 后来再回国就发现 完全就不适应 现在觉得 Brisbane挺舒服 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活得很自在 我很高兴在这里 而且呢 就是说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 有自己的家 有自己的成功 而且可以享受生活 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 对 不用靠关系 不用靠爹 只要靠你自己 我们就可以成功 Everything is possible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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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段时间我的车快在路上了 它就这样子开着开着 碰就爆胎了 但是呢 我是一个女生嘛 什么都不懂 所以我把备胎拿出来之后呢 就坐在了马路牙子上 开始发呆 就在我发呆的几秒钟呢 就路人陆陆续续 有很多人来帮我 很多人停下来问我 可不需要帮助 然后后来呢 就有一个非常热心的 这个澳洲人 在回家散步的路上 看碰到我 他就顺势就开始 很快的顶着大太阳 帮我把这个轮胎换掉了 非常好 所以我才能安全回家 有这么多温暖的故事 让我觉得这个城市都很温暖啊 所以当然非常喜欢这里 希望以后能够 永远地住在这里 在这里安家 安居乐业 我们都爱着这座 可爱而又单纯的城市 布里斯班 因此新媒体布报 这个大家伙就 萌生了一个心愿 想为布村做一档 属于布村自己的 网络视频节目 不是布报 然后大家就成立了这个剧组 做动画 筹稿 背词主持 然后写主题歌 现在不是不报第一期 终于要和大家见面了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不是不报 多多支持 不报 就跟着我们的主题歌 布村之歌 进入我们的不是不报 第一期 这个城市蓝天白云还有很多华人 它就是澳大利的布里斯班 我们亲切的把他叫做布村 布村的生活 布村的村民 有点单纯 我曾不穿不穿布包 也许你不知晓 我却有着不穿自己的 为爱的 没有带书的教 叫做带书家 没有故事的教材 叫做故事家 不穿有料 当当的包 让大中华的亲人了解 不穿和图好 故事不报 当当的包 细胞快报 不穿重奥 您都要知道 我们也对无相太阳 就把私奔主持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我们谢谢不可感受力量 这个城市蓝天白云还有很多华人 它就是澳大利亚 布里斯班 我们亲切的把他叫做布村 不穿生活 不穿生命 都很单纯 不穿的超过花 也许你不知晓 我却有着不穿自己的 为爱的 没有带书的教 叫做带书家 没有故事的教材 叫做故事家 不穿有料 装装的包 让大众怕的情人了解 不穿和图好 故事不报 装装的包 细胞快报 不穿重奥 您都要知道 不穿有料 装装的包 让大众怕的情人了解 不穿和图好 故事不报 装装的包 细胞快报 不穿重奥 您都要知道 不穿不报 不穿不报 时候未到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 由冠言文化传媒 制作出品的 不穿华人土产节目 不穿不报 我是主持人 陶吉尔 那么在今天呢 不穿不报第一期 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不穿不报这个节目呀 是一个以布里斯班 为背景的综艺类新闻节目 但是在第一季呢 我们还是想 以这个节目组自制的配音短片为主 给大家介绍一下布里斯班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不穿 但是在第一季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初导不穿 原因就是想 让大家在轻松的短片中呢 给那些未到不穿的人们 介绍不穿 也给那些身在不穿的人们 让他们更了解不穿 今天的不时不报 是我们开篇第一章 短片肯定是要介绍 关于布里斯班的一切啦 所以就让我们看短片吧 布里斯班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府城 位于澳大利亚东北部 北沿阳光海岸 南陵黄金海岸 大都会区人口215万 其中华人华侨14万 是澳大利亚人口第三大都会 和几乎所有的城市一样 布里斯班也有他自己的母亲河 布里斯班河 布里斯班河将这座城市分为南北两侧 休闲的南岸公园 拥有城市沙滩和标志型的摩天轮 它曾一度成为1988年世博会的展览场地 至今仍然保留了当年建筑的泰国寺庙 作为世博会的寄宁 在布里斯班河北岸 则是商业金融购物中心 许多世界奢侈品品牌都可以在这里找得到 布里斯班是一座灵动的城市 在这个城市里充满着意想不到的惊喜 和貌似有些玩世不恭的幽默 布里斯班市中心的街道是依照棋盘释扬规划发展的 东西方向的街道以女性名字秘密 而南北方向的街道则以男性名字秘密 比如南北方向的艾德伦 Street 爱德华大街和东西方向的艾德雷德 Street 阿德莱德大街 说到市中心的阿德莱德大街 这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小秘 当你坐等公车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这些路灯站牌下的小动物 和刻在路灯下的历史名人故事呢 如果这些你没有发现 那么你来布里斯班的时候 是否听说过故事桥上没故事 带树脚上没带树 很多朋友以为故事桥的由来 是因为故事桥上没发生过任何故事 所以叫故事桥 或者说故事桥上发生过很多故事 才叫故事桥 其实故事桥之所以叫故事桥 是因为故事桥的设计师就叫Story 就好比一个作家叫培根 一个总统叫灌木丛 是一个道理 而袋树脚的由来 则是源于一场关于袋树的杀戮 据说这里以前是政府捕杀袋树的地方 因为袋树成灾 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政府就把袋树往袋树脚上赶 袋树或者是掉下了悬崖 或者被围杀 即便袋树是澳大利亚国会上的神兽 它依然没有躲过可以被合法捕杀的命运 发现澳大利亚的库克船长 第一次看到袋树的时候 问当地的土著人 What this? 由于土著人不懂英语 就用土著语想回答说不知道 他说的是 Kanguru 于是袋树的英语Kanguru就由此得来了 说到布里斯班 大家最喜欢聊的是气候环境 布里斯班属于压热带湿润气候 与热同期 冬季温暖干燥 偶尔会出现高温天气 夏季湿润偏向炎热 但酷暑天气也是比较少见的 布里斯班四季不分 春冬同期 随时暴雨闪电 偶尔也会出现冰雹飓风 有时雨季一下就是几个星期 偶尔发小水 但几乎未见洪水伤亡 最冷月平均气温约15至16度 最热月平均气温约25至26度 平均常年气温约21度左右 布里斯班也有零下气温的记录 极端最低气温-1度 于2007年7月19日 在国际机场创造 这也是布里斯班地区 自由气象记录以来 第一次气温为零下的记录 布里斯班拥有南半球最大的城市 自立地Roma Street Parkland 为整座城市提供了一个天然养霸 政府为了鼓励大家绿色出行 还设立了公用自行车 方便大家使用 我们再说说布里斯班的教育 布里斯班设有三所综合型公立大学 分别是昆士兰大学UQ 昆士兰科技大学QUT 格里菲斯大学JU 皆获得AACSB国际认证 今天这三所公立大学 划为三位人物 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指数吧 大家好 我叫UQ 我今年106岁了 是澳大利亚大学八大长老之一 排饼老四大家都齐齐地叫我四爷 由于我德高望重还沾点黄肚血痛 所以在名下曾出国多位昆士兰州州长 其实上哪儿也不得靠点裙带关系呢 当然我们读书人为了在学术界站稳脚跟拿个诺贝尔碰个小金人也是逼不可少的 这老头子话真多 该我了 大家好 我叫QUT 今年25周岁 虚岁也有107了 你要问我为什么差这么多 其实我在投胎转世之前 一直是中央技术学院分校 我们这些搞科技的技术男 对于这些名啊 利啊 一直很无所谓了 哎哟 终于轮到我了 大家好 我叫Greyfus 女生的年龄不方便透露地说 给你一点小提示 人家属猪猪的哦 他们说防火防盗防学长 所以我在布村为自己安排了资格分身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被欺负了 我的兴趣爱好很广泛 什么电影啦 音乐啦 画画啦 都是我的强项哟 哎 你问我为什么讲话会有台湾疆 可能是和我的姐妹台北医学大学学的吧 布村大话 纯属虚构 如有雷同 把圣整信 2038年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赤戒杯 时隔24年 中国足球队再次来到布村府邸 当年的广场舞大妈们 被子孙退着轮椅来到了Sankop Stadium 引识下一手最流行的小冰狼 为国族加油呐喊 布里斯班万达赌场携手恒大淘宝代购集团 一起为布村球迷发红包送球衣 最后 国族以3比0的比分击败东道主澳大利亚队 勇夺世界杯冠军 当记者问起现役国门王小雷 第一次来到他父亲王大雷曾经英勇奋战的布村府邸时 有什么感想 他激动地说道 谢谢布里斯班的阿姨姐姐们 我从小就和你们代购的AR奶粉和吃你们的牛肉 所以我茁壮成长 今天才可能抗衡代数军团 谢谢你们哦 另有消息报道 恒大淘宝代购集团 目前正有意收购Cose和Woolst的所有股份 至于后市如何 我台不是大话栏目将追踪报道 本期的不是不报 在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欢迎大家登陆我们的官网 3w.bnebo.com 进入我们不是不报专区 来发表您的看法 或者是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同时在这里呢 感谢您对不是不报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